对属兔的朋友来说 你们的孕世是怎么样呢 在今年呢 凡事都要谨慎 才能够逢凶化吉 健康孕方面来讲呢 是两颗星 尤其是在养育的3月 9月和12月 稍微留意健康 还有就是家中 长者的健康的一些小状况 至于财孕方面来讲 只是一颗星 那么因为呢 是缺乏这个吉星 所以今年的财源是比较欠佳 那么呢 要必须小心 不要过度的耗财 要以免入不敷处了 特别是在养育的2月份 和7月份 要理智的去理财 尤其是当心 因为自己的一些决定 或者家人的一些决定 甚至遇上一些小人 误导 而不小心的去破财 或者损财 在事业方面来讲 是两颗星 那么对属兔朋友来说呢 今年在养育的2、3、4月份里面 因为多一点小人 又缺乏贵人的关照 所以不宜开拓一些新事业 转跑道 以免徒劳务功 而导致日后有破财的现象 比较好的月份 对事业方面来讲 是在养育的9月和11月 学业方面来讲 对属兔的学子方面来讲 只是两颗星 所以你们必须要加紧努力 今年要主动 就是集中精神多一点 不要玩太多的game 那么也期望 在年底之前 学业可以比较多一点的进步 比较好的月份 对他们的学业来讲 是养育的9月、11月和12月 在爱情运方面来讲 只是两颗星 因为今年里面 可能事业方面的忙碌 所以爱情容易变得比较冷淡 所以属兔的朋友 今年里面要主动多跟爱女 或者爱人 多一些沟通、分享 才能够提升你们的感情 对属兔的朋友来说 我们建议在立春之后 找牙医洗牙、尖血或者咽血 能够降低风险 也避免在洋列的3月 7月做任何重大的决定 我们也建议属兔的朋友 在家中的东北方位 多摆设一些紫色、红色的物件 再加上东北方的主题墙 图上沙陶棕色 这样就很轻易能够召来贵人的帮助 提升你们的学业、事业、财运等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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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